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化娱乐界的消息 美国前副总统高尔夫妇最近通过电子邮件向情友宣布 在结婚四十年后经过谨慎思考 双方同意决定分居 高尔夫妇身后的感情向来是有名的 这个消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根据一封流传在高尔夫妇友人之间的电子邮件 美国前副总统高尔与妻子Tipper在结婚四十年后协议分居 电子邮件中高尔表示这是一个经过长时间谨慎思考后 两人都同意的决定 高尔的发言人已经证实了这封邮件的确发自高尔 但他拒绝对此发表其他评论 1990年代高尔担任美国副总统 以及2000年竞选总统期间 他与妻子给民众的印象一直都是幸福美满的 因此外界对这项消息相当震惊 高尔夫妇的友人表示 高尔曾说过两人由于聚少离多 生活逐渐产生分歧 长期的分开导致双方决定分居 这个决定没有任何外力或第三者的介入 2000年高尔在总统大选输给布希后 便投身于宣传气候变化等环保活动 也因为如此他时常都出门在外 与妻子分隔两地 美国老牌影星丹尼斯霍博 Janes Hopper 5月29号 因罹患前列腺癌病逝 中年74岁 他从事演艺事业50年 曾经参与无数电影和电视的演出 美国老牌影星丹尼斯霍博 因罹患前列腺癌病逝 中年74岁 丹尼斯霍博从事演艺事业50年 曾参与无数电影和电视的演出 5月29号 他在亲友的陪伴下于家中辞世 丹尼斯霍博以1969年的经典电影 逍遥歧视而闻名 这部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 当时在加纳影展期间 也受到相当大的回响 丹尼斯霍博曾两度获得奥斯卡奖提名 去年10月 他的经纪人对外宣布 丹尼斯霍博患有前列腺癌 今年3月 他在亲朋好友的陪伴下 忍着病痛亲自出席 好莱坞大道上名人之心的颁奖典礼 霍博当时还表示 好莱坞就像是他的家 更是他人生进行磨练的地方 丹尼斯霍博结过5次婚 今年1月 他向法院提出 与最后一任妻子维多利亚的离婚 目前离婚官司还在进行中 传奇乐团PITOS成员 保罗·麦卡尼 6月2号晚间 在白宫货班美国国会图书馆 盖西文流行歌曲讲 颁奖典礼由奥巴马总统 和第一夫人米歇尔主持 当晚除了有麦卡尼的现场演出之外 还有许多著名歌手的表演 前披头四乐团传奇巨星 保罗·麦卡尼 6月2号在白宫献唱 并接受美国总统奥巴马 颁奖的国会图书馆 盖西文流行歌曲讲 现年67岁的保罗·麦卡尼 以保罗爵士的头衔造访白宫 现场演唱了多首耳熟能详的歌曲 主持人称赞保罗·麦卡尼 写下了许多世界上最美丽的音乐 当天参与演出的还有许多知名的巨星 其中包括上届的盖西文流行歌曲奖得主 史蒂夫·旺达 以及年轻偶像乔纳斯兄弟组合 白宫表示 盖西文流行歌曲奖是为了纪念 美国歌手盖西文兄弟所设立 颁发给在流行音乐界有贡献的杰出人士 保罗·麦卡尼是第三个获得这个奖项的歌手 也是第一个非美国人获奖的人 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幕了 各地代表纷纷摩拳擦掌 主办单位也在为冠军奖杯的准备而忙碌 法国时尚品牌Louis Vuitton 还专门为奖杯设计了一个旅行箱 法国时尚品牌Louis Vuitton 6月1号在推出一款专门为 世界杯足球赛冠军奖杯所设计的旅行箱 这只旅行箱将带着世界杯冠军奖杯 飞到这次世界杯主办国南非 在展示台上 英国超级名模Naomi·坎贝尔抱着奖杯 向众人展示 这奖杯对世界各地的孩子来说 象征的是他们希望和梦想的热情 这些理想是可以达成的 参与这次世界杯足球赛的 共有32个代表队伍 比赛将于6月11号举行 为期一个月 而奖杯也将在开赛前抵达南非 造访巴黎铁塔是很多人的梦想 不过最近有一名极限直排轮选手登上巴黎铁塔 目的不是要参观 是要穿着直排轮鞋 从铁塔上一跃而下 挑战自由落体的世界记录 极限直排轮选手 克里斯5月29号登上巴黎爱菲尔铁塔的第一层 准备从上一跃而下 创下世界自由落体12.5公尺的新记录 群众在爱菲尔铁塔下平息以待 为克里斯加油 在民众的欢呼声中 34岁的克里斯走上跳台 从铁塔的第一层 离地大约40公尺的地方往下跳 接着落在滑坡上 最后冲入巨大的安全气囊 精彩的表演获得民众的热烈掌声 我在发抖 我是真的很期待看他跳下来 我还是无法相信 他创下了12公尺的记录 他想做些疯狂的事 他也真的做到了 我正等着看 有没有人能挑战 他一半高度的东西 因为这是世界记录 没办法再突破了 克里斯一共跳了两次 才打破记录 这也是他极限生涯的 另一个高峰 这是一种梦想的达成 向大家证明 只要你肯努力 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